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根據珠海高新區微信公眾號的消息, 就說有一名男子在最近進行核酸採釀時覺得喉嚨痛, 認為是護士用力不當所引致, 跟著他竟然嘔打這名護士,最終被警方拘留他13日治安處罰。 這個通告就說最近一名中年男子在珠海高新區觀塘核酸便民採釀點進行核酸檢測, 在做核酸時覺得自己喉嚨痛, 認為是採釀護士用力不當, 他竟然嘔打護士,打完人後即刻迅速逃離現場走路, 之後這名護士當然馬上報警, 警方接到報案後即刻去到現場, 調取監控記錄對周圍目擊的人進行走訪, 最終確認這名中年男子身份及違法事, 迅速將這名違法嫌疑人周某某喊到派出所, 經過調查最終罰他拘留13日治安處罰。 其實這個我個人覺得好搞笑的, 你做核酸檢測會有不舒服的, 但是不是至於要打人呢? 我認為就不止於要打人的。 可能有部份的事就在新聞上反應不到, 可能之前大家有個言語上的衝突都說不定, 跟著他才認為被人用力不當, 不過當然這件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但其實在大陸, 走街都監控啦, 走街監控也算啦, 你在核酸檢測站, 你打完人, 你覺得你跑得掉嗎? 根本跑不掉, Camp又錄住你, 又知道你是誰, 一時衝動, 就搞到自己要拘留13日其實就好不值, 再加上又是打人動手先那個啦, 其實你一動手已經是輸了, 所以都是這些事就不要動手啦。 好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